像說外國的美食 還可以配紅酒和白酒類 南南館政府在今年的 大約普南會上面 就特別邀請港地學衣 跟港來地名飯店 共同來推出 可以再配到台灣的國內瓜料理 華人當中 除了跟民眾 按照吃美食配好的 也許大家都對到台灣的 有不同的食材 吃到一項美食 在配到一項店 透過中部的咖啡 台灣茶也能跟外國美食做結合 是改變以往台灣第一次在入菜 還是搭配點心的觀念 讓民眾有專心不一樣的感受 每一種茶有每一種餐點 它搭配起來的口感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那一種感覺 在你的舌尖的味蕾上面 可以有遲遲 源源不絕的那一種感受性 茶是一個很溫順的東西 它喝起來都可以喝到台灣的特色 然後 而且在這個茶桌上裡面 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四種茶的不同 然後 原來茶配上外國的餐點 也可以這麼好吃 大家覺得太過了 因為剛才沖泡到一茶以外 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變化 南老館政府在今年 為其高官的世界第二普南會 就特別推出 用台灣的搭配更來外面 那我們希望像葡萄酒一樣 是佐餐的概念 紅肉配紅酒 白肉配白酒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台灣的茶 可以配上世界的料理 所以我們這一次請了 我們用西班牙料理 義大利料理跟台灣料理 去佐台灣的茶 去讓台灣的茶跟飲 可以合在一起 變互相需求 變一個飲食的文化 這才是我們想要讓台灣烏龍茶 繼續在世界發光的一個方式 希望我們這個九天的時間 大家都來享用 這個蘭頭世界茶培館的茶走餐 又有茶來襯托讓你來喝 這替代酒 我們希望這種風氣 能夠繼續的把它培養 茶走餐的外島 分成義大利、西班牙 以及南島在地的就是料理 來作為外島的三大主題 外龍長要向大家入貨吃美食配好地 有幸福的民眾千萬眾人出貨 繼續王主主唱報道